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1月28日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月4日至6日 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 为来华出席开幕式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王室成员 及国际组织负责人举行欢迎宴会 并举行相关双边活动 据悉,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 及相关活动的国际政要友 俄罗斯总统普京 柬埔寨国王 新加坡总统 哈萨克斯坦总统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塔吉克斯坦总统 土库曼斯坦总统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埃及总统 沙特王储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 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 波兰总统 塞尔维亚总统 卢森堡大公亨利 摩纳哥亲王 阿根廷总统 费尔·南德斯 厄瓜多尔总统 蒙古国总理 巴基斯坦总理 波黑部长会议主席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 韩国国会议长 朴炳熙 阿塞拜疆副总理 泰国公主 施灵通 及国际奥委会主席 巴赫 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 联大主席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总干事 新开发银行行长 上海合作组织 秘书长张明等 在前一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主持 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 三十周年 事项峰会 中亚五国元首 多次表示 支持中方举办 北京冬奥会 反对体育政治化 此外 阿根廷总统 费尔南德斯 2月4日至6日访华 并出席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这是费尔南德斯 首次访问中国 有意思的是 美国冬奥代表团 启程飞往北京 机场红毯送行 队员难掩兴奋之情 称北京绝对安全 真是被美国疫情搞怕了 然而 在距离开幕不到 十天的时间里 美国又来使坏了 1月25日深夜 美国国务院 民以所谓的 中国疫情状况为由 批准其驻华使领馆 授权撤离 企图制造危机假象 在国际社会上 抹黑中国形象 据了解 授权撤离 是美国驻外机构 针对特定的紧急事件 决定将驻外人员 撤离驻在国的行为 需获得美国国务院 高级官员批准后 方可实施 需要提及的是 这并非美国第一次 批准其驻华领馆 授权撤离 早在2020年1月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之初 美国政府就曾单方面宣布 临时关闭驻武汉总领馆 并把领馆人员 撤离回国 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已经超过7000万例 死亡病例超过86万例 在此前的24小时内 新增确诊近79万例 而中国在过去的24小时内 本土新增病例只有18例 中国疫情防控工作的严谨科学 和防疫策略的行之有效 同美国疫情持续混乱和失败 形成鲜明反差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宣布不派官员 出席北京冬奥以外 美国还单方面大面积暂停了 该国飞往中国的航班 在美国看来 如果中国成功举办了冬奥会 将会大大提升国际影响力 为了在关键时刻抹黑中国形象 美国企图通过打疫情牌 将体育政治化向中国施压 但这并未奏效 反而只会将美国置于 国际社会的对立面 进一步沦为国际笑柄 值得一提的是 当地时间1月24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参加一场论坛时 用一句话形容了 当前的中美关系 如果你不在餐桌上 就很可能会在菜单上 在布林肯看来 如果美国给北京冬奥会好脸色 就如同向中国示弱 也意味着美国比中国低一等 因此 美国必须采取各种恶劣的手段 来抹黑中国 扰乱北京冬奥会的正常举行 成为所谓坐在餐桌上的人 1月27日 外交部长王毅应约 同布林肯通电话 布林肯打这个电话 是想解决什么问题呢 主要有两个意图 第一个意图是 让中国同意新任的 美国驻华大使 到北京上班 1月26日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 舍曼发布推特称 一位新任驻华大使 尼古拉斯·伯恩斯 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 舍曼还说 称伯恩斯将在美中关系中 为保护和促进美国利益 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美国授权撤离 驻华外交领事人员的真实意图 是在用威胁撤离 驻华外交人员的方式 逼迫中国同意 伯恩斯到北京上任 他要是不来 北京驻华使馆跟废了差不了多少 但是伯恩斯曾说 美国要把台湾变成一颗 难敲开的坚果 并建议通过所谓的 与台湾关系法 协助台湾提升 不对称防卫战力 让其他国家也能效仿 美国一直不把三条红线放在眼里 中国怎么可能让伯恩斯来北京呢 但是伯恩斯是美国驻华大使 他的工作地点在北京 如果他连北京都到不了 实在是有损美国的脸面 美国说要撤离驻华外交人员 当然吓不住中国 美国政府想做什么 中国拦不住 也不想拦 除了伯恩斯来华的事情以外 布林肯还跟中国谈了乌克兰问题 为了逼迫普京放开中亚通道 美国最近一直不停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怂恿乌克兰挑起冲突 1月24日乌克兰准备发动袭击 但是仅仅过了一天时间 俄罗斯 乌克兰 德国和法国的外交代表 就在巴黎举行了诺曼底模式会谈 经过八个小时谈判以后 四国同意无条件维持停火承诺 并加快推进明斯克协议的实施 乌克兰局势是如何在一夜之夜 峰回路转的呢 这就得去问一下朝鲜的同志了 1月25日 朝鲜国防科学院进行了更新远程巡航导弹系统的试射 朝鲜的导弹试射对美国的牵制极大 美国没有能力压住朝鲜 只好暂时在乌克兰问题上收了手 但是美国是不吃亏的 于是布林肯在电话里诉说起了 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美国的立场是什么 我们没有兴趣 我们在意的是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认可的 新明斯克协议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对布林肯说 异国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 地区安全更不能以强化甚至扩张军事集团为保障 在21世纪的今天 各方应当彻底摒弃冷战思维 通过谈判形成均衡 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 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关切应当得到重视和解决 你们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 把乌克兰和俄罗斯毁了呀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